新價的這個日線圖 基本上它還沒有突破前波高點 但是也是維持在 這個今年以來的這個相對的高檔 維持在這個地方 大概現在是1348左右 那原油的話價格就比較明顯 原油價格已經先做一個突破 創下三年來新高 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油價的底部打了非常非常的久 當然反映在台灣 今天凌晨開始 不管是汽油跟柴油 今天都調了六角 這是台灣的油價已經創下40個月新高 基本上我相信很多人 非常的痛苦 因為這油價又開始要往上漲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敘利亞的產油量佔全世界 基本上不到百分之一 可是敘利亞被空襲之後 為什麼會讓油價開始有這麼大的反應 我們看一下 這是全球的油管的分布圖 這看起來很像台灣的 台北的捷運站的捷運圖 你發覺 很多很多條線 中東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中東基本上有123456 大概有6個油管都經過中東 所以 如果以台北市的角度來看 就像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有很多條線 基本上都通過 所以這一次呢 敘利亞跟中東這個地方 就對油價的影響 就很像 如果台北車站被攻擊的話 這整個 這整個捷運的基本上會完全一個當機 所以這個油價為什麼會漲 原因在這地方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敘利亞的部分 敘利亞裡面有 比較近的話 它有兩個油管 一個是畫面上紅色這條線 紅色這條線是屬於俄羅斯支持 它是從伊朗伊拉克到敘利亞 就從這邊一路過來 然後最後要到歐洲 另外藍色線的話是從卡達開始 卡達一路 經過敘利亞再到土耳其 這屬於美國支持 所以敘利亞呢雖然 它產油量比較小但是呢 它控制了這個非常重要的油管的路線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黃金的表現 剛說油價漲 黃金的表現到底有沒有機會 其實黃金在這邊 底部上次也講過打了非常久 只是 它現在一直 沒有突破這個平台真理區 即將有機會我們去做觀察 不過這樣讓我們想到 歷史上上一次2013年的時候 黃金從1600塊跌到1300塊 當時大家記得嗎 中國大媽就DAMA 這個名詞被創造出來 因為 那個時候呢 黃金崩跌的時候 中國大媽不斷的不斷的進去做買入 所以他們成本區就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 當初的這個 黃金的往下挫 當然跟這個美國有關係 因為美國 當時呢 QE3也準備正式結束 所以黃金這個美元重新走強 所以黃金開始走落 不過呢 現在往上來講的話 為什麼 突破點一直來不了 因為之前喔 中國大媽被套的黃金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這次要仔細來看的話呢 油價已經有機會 現在要看的就是黃金有沒有機會 因為 上面呢 感覺上有一些套牢賣樣 現在請下 陳彥你怎麼做觀察 當然基本上 我覺得說我們在講黃金之前 其實要跟最近 整個美元之間的關係 仔細的來做一個衡量 對 因為 長期來講 大家都認為美元跟黃金是一個負相關 長期的觀察也是這樣 那最近 從這個 14年過後 因為14年的第四季 美元開始大幅度的走強 其實我們往前看喔 在 2004年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它對一下 在這個地方以後 黃金開始大幅度的飆升 在這個飆升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美元一直處於一個 弱勢整理的狀態 在2014年的第四季 美元正式走強 從78降一路飆上 飆到100的這個過程 其實黃金下來 但是 最近 最近很多人就說 那黃金還有沒有機會 好看起來是 整個大底 打得非常的漂亮 剛才 這個 煥文有講到 但 當然我們仔細去看 美元最近的籌碼 這個是美元的籌碼 在 17年之前 籌碼還相當漂亮 就是在17年前 半年 籌碼還相當漂亮 但是我們看 今年開始的籌碼 其實 完全看不出方向 等於是說如果我今天我要 做美元的操作 我根本不知道我應該做都還放空 沒有一個參考的這個指標 目前 完全沒有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不如把 我的心思 放到美元的對手上面 就是所有的黃金 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是 SDR黃金的ETF 這個是 目前全球 黃金 持有量最大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現在的一個 水位一直居高不下 一直居高不下 如果對照 過去長年來的一個位置來講 他確實居高不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再對比一下黃金的籌碼 仔細看 特地就是左右讓各位去對比一下 就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是 黃金目前的籌碼 整體來講是相當相當偏多 偏多的 相當偏多 雖然說這個價格一直攻不過去 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個多頭的籌碼 有放棄這樣的一個跡象 黃金還是有機會 只是繼續在集結當中 對 所以在看好的過程當中 未來1400到1500 會不會是一個壓力 好我們 再仔細的 往下來探索 剛才也看到 這個是當時大媽 從這時候一直哭哭到 現在 其實大媽是40到60歲 我們看一下 家庭可支配現金 在人民幣數十萬到數千萬 是非常多 當時他們跑到香港去掃貨的時候 根本就是金釋金條 甚至連你說 這個一點點精力都少走的 然後 搞到店家要跑到 這個倫敦印度去釣貨打電話釣貨 他說 這個業績一個月攀升六倍到七倍 非常驚人 大概1000億人民幣左右這樣狂掃 好 這個狂掃呢 很好玩 因為當時高盛 在金價破 1600的時候開始空 一路空 一路空 看空 他們把那個 止盈點 就是說因為他看空嘛 所以反彈的位置放在1400 就停損點 停損點 算停損點 好 結果一路空下去以後 最低是殺到 1321 但是在這附近當中 其實大媽已經開始進來買了 那我們可以講1321他有人進場 這沒有問題 好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就是從 4月13到4月14這兩天開始 這個是 量買的最大的時候 就是2013年那時候的 對 成本差不多 我們算一下大概是1435 大概在1435 所以 這個過程也讓 然後當時這個 好玩是高盛就說 我們不要再空了 好 結果 大家都說 大媽完勝華爾街金融大人 當時 好 當時為什麼要瘋狂搶黃金 因為沒有投資的渠道 儲蓄也非常高 41萬億 41兆 他們跑到 這個美國去 自產比例非常高 外匯管制以後 沒辦法去 好存款利率又低 股市又低迷怎麼辦 那就用黃金來保 但是我現在 想問的是說 股市還低迷嗎 A股還低迷嗎 其實已經巧巧的上來了 所以其實如果回到 剛才我們上一頁在講的 1400到 1500這個地方的壓力 其實反而 沒有我們想像的大 所以如果能夠 接下來 我覺得從 抗通膨的角度 美元最近的疲弱 來講 SPDR它持大量的黃金的持有來講 只要1360能站穩 很漂亮的買點 其實 不用太過擔心 140到150那個部分的一個狀況 是 那 當然就是說 黃金看完以後我們再回來看 因為油跟金其實在 接下來這個 整個風暴當中都是大家關注非常的焦點 那 剛才穆娃哥剛才講的那一段 非常的精彩 其實也 在告訴我們為什麼油 你看它在一個 顛撲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就 一直在往上突破 對 向上的趨勢 蠻明顯 那在這個地方我大概 幾個重 幾個位置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因為 66.5是目前的一個壓力線 它已經過了 當時在 63到64 這個整理區的時候 其實 做了幾次的 嘗試 因為 第一次的嘗試 它是要去 去克服前面這個 下壓的這個過程 對 好上來以後 這一次的連續的 上漲 突破以後 其實遇到66.5的反壓又跌回來了 又來回撤 但是這個回撤 其實把 整個上升趨勢線的結構 再確認一次 確認一次 確認得非常好 因為當時的58這個低點是持續的墊高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其實油在 整個圖表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當然 接下來我們特別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煉油廠 稅修完畢 它開始需要油來煉油了 這是 這是第一個利多 需求面的部分 需求面的部分 第二個 剛才木豪哥講的 制裁的部分 會不會恢復 5月12號他要講 就是我先寬鬆你到5月12號 後面要不要繼續制裁 繼續制裁怎麼辦 供給就變少 供給又變少 第三個就是 OPEC的 這個減產協議 他要再延長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法人所 估的 就是說高盛他有估了一個 其實今年整個 每天的一個 原油的需求量 在經濟 這個 在3.5的情況下 全球經濟成長 預估在3.5的情況下 如果是 因為現在油價大概在 667這附近 所以 一般來講大概就在 160到180萬桶 每天的需求 當然在這樣的一個 情形底下 如果 這個 中東的 減產 很順利的話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但現在有一個衝突在 就是說 我們看到 美國的鑽油井 夜岩油的鑽油井 其實在 去年下半年以後 因為油價上來了 所以 本來要把它搞掛 搞掛 沒搞掛 因為當時跌到30塊 真的很多油井都掉了 但是現在油井又回來了 有815座 好 所以大家很明顯的看到 藍色這個是美國跟加拿大的 這個是中東的 燒地阿拉伯的 採油量的部分 所以 不好意思 你的減產 被我夜岩油的增產 抵銷了 而且還有增加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剛才我們在看這個過程 增加的過程當中 原油庫存 其實是減少的 怎麼會這樣呢 當然 現階段我們很擔心的 這個伊朗的部分 所以 這個是未來的關鍵 好 我們再對比一下 在 第二季的時候 我們去 計算 藉由這個法輪機構的資料 我們去計算發現 在第二季的時候 原油上漲的機率 65% 或者是55% 65% 它上漲的機率相對來講 4 5月上漲機率 是相當高的 而且呢 整個平均來講 當月的油價的報酬 也是正報酬 比相較其他月份來講 上漲機率高 報酬也好 趨勢還是往上 還是往上 所以 接下來我覺得 更重要的事情是 5月中的這個協議 到底要不要延長 或許給油再帶來一個 投機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 整體來看 我覺得第2季的部分 對油價來講 應該還是比較正面的 第2季的部分 全球的部分 那是 第3季的部分 全球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